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上节课介绍最简单的多目标排序模型 这节课介绍一种改进的模型 叫做Multi-Gate Mixture of Experts 缩写是MMOE 跟上节课一样 模型的输入是一个向量 包含用户特征,物品特征,统计特征,还有场景特征 把向量输入三个神经网络 这三个神经网络结构相同 都是由很多全联阶层组成 但这三个神经网络不共享参数 三个神经网络各输出一个向量 三个向量就做X1,X2,X3 这三个神经网络被叫做专家 就是Mixture of Experts中的Experts 这里我是为了画图方便 用了三个专家神经网络 实践中通常会试一试四个或者八个 把下面的特征向量输入另一个神经网络 这个神经网络也有多个全连接层 在神经网络的最后 加一个Softmax激活函数 输出一个三维的向量 由于是Softmax的输出 向量的三个元素都大于0 而且相加等于1 向量的三个元素 即做P1,P2,P3 分别对应三个专家神经网络 之后我们会用这三个元素作为权重 对向量X1,X2,X3做加权平均 同样的方法 把下面的特征向量送入右边的神经网络 在神经网络的最后 也是Softmax激活函数 输出一个三维向量 元素分别积作Q1,Q2,Q3 这三个元素也是之后做加权平均式的权重 接下来我研究更上层的结构 刚才我说了 P1,P2,P3和Q1,Q2,Q3都是权重 用于之后的加权平均 对向量X1,X2,X3做加权平均 权重是P1,P2,P3 得到上面的向量 它等于P1,X1加P2,X2加P3,X3 就是三个紫色向量的加权平均 用右边的权重Q1,Q2,Q3 对向量X1,X2,X3做加权平均 得到右边的向量 它等于Q1,X1加Q2,X2加Q3,X3 它也是三个紫色向量的加权平均 区别在于权重不同 把左边的向量输入一个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全连阶层 神经网络的输出取决于具体的任务 比如神经网络输出对点击率的预估 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实数 把右边的向量输入另一个神经网络 这个神经网络会出出另一个指标的预估 比如对点赞率的预估 也是介于0到1之间的实数 我这里假设多目标模型 只有点击率和点赞率这两个目标 所以用了P和Q这两组全种 假如有10个目标 那么就要用10组全种 到此为止 我已经讲完了MMOE的模型结构 模型很简单 就是对神经网络输出的向量 X1 X2 X3做加权平均 然后用加权平均得到的向量 去预估某个业务指标 在这个例子中 需要预估点击率和点赞率这两个指标 我用了三个专家神经网络 专家神经网络的数量是个超参数 需要手动调 通常来说会试一试四个和八个 在实践中 大家都发现MMOE有个问题 就是Softmax会发生极化 下面我要讲极化现象 以及解决方案 我们的例子中有两个Softmax函数 各自输出一个三维向量 每个向量都是个概率分布 元素大于0 相加等于1 极化的意思是Softmax输出的向量中 一个值接近1 其余值接近0 举个例子 比如左边的Softmax输出值 约等于001 也就是说左边的预估点击率任务 只使用了第三号专家神经网络 而没有使用其他两个专家神经网络 这样就等于没有用Mixer of Experts 没有让三个专家神经网络的输出融合 而是简单使用了一个专家 再看右边 Softmax的输出值 接近010 也就是说右边的任务只使用了第二号专家神经网络 也没有对三个专家做融合 两个任务分别使用了第二号和第三号专家神经网络 这样的话 第一号专家神经网络就相当于死掉了 不会被用到 那么MMOE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多目标模型 不会对专家做融合 失去了MMOE的优势 我们不希望这种现象出现 当然是有办法解决极化现象的 如果有N个专家神经网络 那么每个Softmax激活函数的输入和输出都是N微向量 我们不希望看到其中一个输出的元素接近1 其余N-1个元素接近0 解决极化现象的一种方法是dropout 在训练的过程中 对Softmax输出使用dropout Softmax输出的N个数值被mask的概率都是10% 也就是说 在训练的过程中 每个专家被丢弃的概率都是10% 这样会强迫每个任务根据部分专家做预测 如果用dropout 不太可能会发生极化 否则预测的结果会特别差 假如发生极化 Softmax输出的某个元素接近1 万一这个元素被mask 预测的结果肯定会错得离谱 为了让预测尽量精准 神经网络会尽量避免极化的发生 避免Softmax输出的某个元素接近1 用了dropout 基本上能避免发生极化 下面列了两篇参考文献 第一篇是Google的 他们提出了MMOE模型 第二篇论文是YouTube的 他们提出了对极化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提一句 不要以为把MMOE用上就一定会有提升 我跟很多算法工程师聊过 有人用MMOE之后有提升 有人用了之后就没有 MMOE没效果的原因不清楚 可能是实现不够好 也有可能是不适用于特定的业务场景 如果你们公司没有用MMOE 很可能是尝试之后发现没有提升 这节课内容讲完了 感谢大家观看